不管是毛毯 棉被 还是各种预寒衣服 只要有需要 都可以免费带回家 农历新年即将到来 卢州分局志工中队软心站 再度结合各界爱心捐助 在盐平派出所 举行岁末关怀物资发放活动 这次发送的物资相当丰富 除了衣服及生活物品外 也包括五件事的冷冻年菜组合 希望关怀户都能吃饱穿暖 开心过个好年 我们的年菜很澎湃 有肚子 有鱼子 还有肉质 还有冷冻居吃 这次我相信关怀户一定会很开心的 也祝福我们关怀户能够过一个好年 非常丰盛的年菜 可以说是柴米油盐酱醋茶都准备好了 还有预寒的衣物 提供给这些民众 能够在过年期间能够吃得饱 穿得暖 那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的议员 以及我们志工的大姐们 这样子的一个善举 新北市卢州分局志工中队 在中队长思议员黄桂兰领导下 成立软心站 定期举办爱心物资发放 及议检等服务 服务对象大多为弱势边缘户 他们经由第一线远景的接触 转接至软心站 然后再由志工 根据他们的需求给予协助 感谢我们最大心的议员 感谢我们原品派之所的协助 提供这么好的场地 还有感谢我们的志工 谢谢大家 黄桂兰希望通过软心站的关怀活动 能发挥抛砖引玉的效果 吸引更多志工团体 加入形状行列 共同关怀弱势边缘户 让社会更温暖 记者龙宏采访报导 ucks五二三 请立马公黄 启國优rust 请不吝点 pointers 请不吝点 гру 订阅